原府九地左右 十一日安五来营 既亦加信 量已收到 至君总须脚踏十地 客秦小物 乃可日起而有功 凡与人尽皆周旋 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 然徒有真意 而无闻事已将之 则真意亦无所托之已出 理所称无闻不行也 做生平不讲闻事 到处行不动 尽来大物前非 帝在外办事 已随时斟酌也 闻我水师凉台 饮两上有盈余 帝饮此时不闹饮用 不必亡解 若身民中实在流离困苦者 亦可随便周记 凶往日再饮 艰苦亦长 当初不能放手做仪式 至今追汉 若地友宜周记之处 水师凉台 尚可解银二千两前往 应酬亦需放手办 在绅士百姓身上 游宜放手也 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